所时 李珍 科目 深度卫生保洁 目的 让部队分采进入客户家庭 展现老兵作风 时间两至三天 列队行进 进门行礼 身穿绿衣 英姿勃发 日前 在上海金山区凤凰城小区 一群退役军人上门做家政服务时 让居民眼前一亮 居民朱先生告诉记者 新装修的房屋之前已经聘请家政人员打扫一次 但对清洁结果颇为不满 后来在朋友圈发现了这支退役军人保洁队 尝试下来感觉很满意 据悉 这支保洁队伍由退役军人创立 专注于保洁领域 是一家集保洁 清洁 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 综合性的保洁服务公司 5月份 00后退役小伙金鹏城 在战友的引荐下来到这里 他告诉记者 退役军人做保洁挺新奇 自己也蛮感兴趣 也能将在部队里细致做内务的本领延续下去 灯带槽 桶灯 空调出风口 窗户槽 地漏等细微之处 他们一处也不放过 地板更是要擦上五遍以上 据负责人介绍 该保洁队建立了自身的工作机制 在每一户家庭打扫完后 首先会进行自检 且戴上白手套检查 如果发现遗漏了灰尘 立即整改 自检之后再交由客户检查 直到满意为止 记者了解到 这支退役军人保洁队 目前人员6名 平均年龄30岁 服务范围主要是新装修房和再住房 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